新典农会办理绿色照护系列课程开办我的健康餐盘 邀请前北市联合医院松德院区营养科主任科运会担任讲师 为农会长辈学员说明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营养 更透过了实际操作 以分组的方式亲自到卖场采买各项食材 大家边买边回想老师上课的内容 包括要有哪六大食物 要怎么搭配出营养又均衡的餐点 很实际的跟长辈说明一餐的建议的一个正确的均衡的饮食的量 而且是很明确的可以落实到自己生活里面 然后那这一堂课呢就是请学员实际做 实际把我们的知识然后化为一个实际的 这样的可以落实到自己生活中的一个餐点 采买食材任务完成 各组再度回到了农会教室展开了烹调 对于这群婆妈学员来说料理不是难事 但是要如何选择正确的食材和足够的量才是最重要的 而学员们也都清楚掌握了老师教导的重点 要吃了圈头大的蔬菜 手掌心的鱼肉 我们就学了这些 所以我们五个人差不多就是这些菜 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说有什么吃什么 什么都是这样子吃 但是假如上这个课以后会知道说告诉我们说 一个手掌心大的蛋白质 还有主食水果什么的 营养会很丰富 会觉得说很均衡这样子 每一会儿功夫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料理都完成了 参与课程的学员都表示 这堂课将理论与食物结合在一起 让他们更能够把正确的饮食观念 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根据当季当时的季节的菜 做出比较少油少盐 那个比较健康一点的食物 我觉得这个课程很好让我们亲身去做 去操作知道怎么安排我们这个一份蛋白质 一个拳头的青菜甚至多一点 怎么安排我们的主食 吃东西的话要各方面均衡 营养要均衡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到前年去买菜 去大家集合 共襄圣局来要做什么菜 能够达到色香味俱全 又达到营养均衡 这次的课程获得学员们的热烈反向 大家藉由课程学习 都了解了健康及均衡饮食的重要性 并希望未来还能够有类似的课程 新店农会表示 将会继续举办多元的绿色照护课程 丰富长辈的饮法生活 让长辈健康又乐活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